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举办为期三天的慈善预展 其中85幅作品均出自他本人之手 而这并非是他首次举办慈善画展 他在75岁受诚宴 筹集上款69万8千新元 80岁筹款60万新元 所有上款捐助给新加坡管理学院 新岳社科大学 百年法华寺重建基金会 以及慈光福利协会等 12岁就当家的黄马佳兰 因为没有读大学是他此生最大的遗憾 正因如此 他特赦助学金 帮助真正有需要的学生 黄马佳兰说 看他们戴风貌就好比自己戴风貌 成就他们的人生路 几十年前我跟车顺发大哥 我叫他是老板 JB老板 他每次说 你没有啦 你叫我车发就好 但是我还尊重他 因为几十年前 有一次我们去台湾 他突然间跟我讲 他说 黄妈妈我帮你点了一盏灯 你去那边顶个头扣个头吧 我说蛤 你帮我点灯啊 他说是啊 因为我珍惜你这种人才啊 我希望你长命百岁啊 你帮助很多人啊 那时候他还在罗宾娜 那个驾驶店呢 后来我听了他讲 我感恩他 从那天开始 我也常常点灯给他 有大法会有什么 我都点给他 尤其是这次我听他的身体 不舒服 不健康 恐怕他也太累了 也做太多事了 没有时间休息 那么就 他恐怕这样子太过操劳 变成他有时 我的灯点了更大的 有些师傅都知道的 初生发个人的 有时他喝价的 我就跟他们保护祝福 我也祝福他 这种人在新加坡 可以在国际上 在世界上不见多了 他是一个非常大方 而且大体 而且很会交际的人 而且由他的交际 他才把那个善机发扬光达到今天 他也是不简单 他有时跟我开玩笑 那时候十二键吧 他说妈妈我要退休了 把我的善机留给你 我说你开玩笑 这样就是开玩笑的啦 但是我知道他真的 为善机出了很多力 也很拼命 也做了不少的事情 希望他不要太辛苦 做到够就好了 这键建好了之后停下来 不要再开放太多的那个预设 你好好的把这键做好了 我认为是已经很非常成功的一件事 不需要再牵涉到这么多 做够了就够了 明白吗 总是有一个镜头啊 不可以说一直做做不停的 你的权力虽然有帮助 可是你脑力身体力也会伤害到 所以我觉得老宋啊 我看你还是放慢啊 不要太过操劳 保证自己比较好 你我都要需要长命帮助人的 我不知道每个人见到我 都是讲妈妈你要长命哦 你要什么什么 我说我现在还可以啊 天天还是很活跃啊 跟要照顾啊 跟要长命啊 因为世界上不能缺乏你们这些人 这种人 是人家跟我讲的 不知道对不对 我也希望新加坡 不敢讲世界上啊 就这样很多伟人啊 新加坡多几个像我们这样的人 那么那些贫穷的人 就有多一些力量 有人多一些力量帮助他们 就会可以脱离一点点 这个苦难的病源 这个是我的心愿 祝福大家身体健康 还有瘦身发老兄 拜托你不要太过操劳 也不要太过拼 还是慢慢的静下来 我是摆巴士过的 我不知道你的指甲 但是我们还是冲 还可以冲 到今天还要很精神的冲 但是总有一天要中指刀 不可以冲过头 还是保重啊 感谢你感谢 谢谢 我希望三级跟上一层楼 现在把这个大厦做好了 就好了 好好的保护住它 好好的用它来帮助一些人 我算已经够了 不要太过多 不要太过麻烦 也自己辛苦 年纪也来了 你不是年轻的 好吗 谢谢你 祝福你身体健康 能和家圆满 付收 善计全体同仁 自立打造新加坡为善良制度